因為你長得也算還可以還蠻好看的 然後你年紀也差不多在那 然後我說你就把自己只要一個顏色 每天就只要一個顏色 而且顏色就是黑白灰旋 然後他一個月後就遇到真愛 然後半年後結婚 哇 你根本就他的再造腹 對 他就嚇死了 他說他從來沒有遇過一個男生 就是這麼認真的對待他 然後也從來沒有想說怎麼會有 就是忽然間就成功了 我說因為你以前的顏色 我要再次強調一命二運 三風水四基因等五讀書 在上一集我們邀請到的就是 淘淘喜的創辦人 AKA新創國師 以及能夠運用大數據 跟AI為大家解謎 算命 創造更美好人生的簡少年老師 大家好 好了 我們這一集其實非常重要 大家就是敲手盼望的是 簡少年老師 大家在這個通膨非常有感的年代 大家究竟怎麼樣可以幫自己的財運 能夠跟上一層樓 好 首先呢 我們先跟大家講就是 我們先講財運這件事 其實大家在注重的是財 但財這件事的本質 其實是你做正確的決定 這是最大的關鍵 所以很多人在風水上 會想要找到家裡的財位 但是我們通常先叫大家第一招 就是收陽台 收陽台 對 我們邊喝邊聊 收陽台原來這麼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一般來講呢 在我的好朋友李佩貞的節目當中 都是說 一進門之後的某一個方向是財位 要放這些就是招財的這些就是 幸運物 對 但收陽台是一個什麼概念 因為陽台呢 其實是現代人家的這個大庭院 以前是四合院嘛 前面是你的庭院 這個都是過手之財啊 因為你沒有前途嘛 你的事業不順 工作不順 對不對 你經商有問題 那你怎麼會有財 所以其實要先把自己的前途打開 這樣子你財運自然就會滾滾得來 收陽台這件事情呢 當然如果是套房 通常就只有一個陽台 但是如果你家裡是三房或四房 你可能會有兩面陽台到三面陽台 沒錯 哪一個是主陽台 一定要收好 首先客廳那個陽台一定是最大的 就是整個人家庭的 第二個呢是後陽台 後陽台跟健康有關 健康有關 可是一般的媽媽都會在那邊曬衣服 然後整個蓋住 沒錯 但是你曬衣服之外你要收啊 問題不是這樣 問題是在於他曬了之後 很多人會堆東西在上面 對後陽台 就前陽台收完都把我後陽台都放 你知道現在有多少的觀眾媽媽 都在想 哎呀被說中了被說中了被說中了 你會發現喔 就是後陽台如果堆越多東西 家裡面的慢性疾病就越來越多 那最後才是第三個就已經講了 家裡面很多人的房間裡面 有自己的小陽台 其實那是影響什麼 影響那個房間的運氣 包含什麼 夫妻的運勢 那如果你家說是陽台外推 很多人家裡面 因為當初在做的時候就外推掉了 那就是外推的那一塊 就是你家的陽台 但這裡面最有趣的是 經過我們研究之後發現 沒有外推的都比較厲害 來今天另外一個highlight 沒有外推的都比較厲害 沒錯 是因為空氣比較流通 其實就是你的前途比較開闊 對啊 然後你直接在店面也是一樣 就是我這是在店面上最大的發現 很多人做餐廳的時候 喜歡推到滿 對不對 最好下面就是就是騎樓了 或是就是人行道了 你會發現生意好的都是內推的 但這個邏輯就是一樣 因為這代表你的前途 你把你前途推滿了 其實你只剩內沒有外了 那如果你是一直往內縮 你外面有流一塊 那其實這是另外一段 在風水上我們講人如水 所以人會流動 然後財就是水 所以你如果內推水會流進來 你如果推滿水就直直走過去 你就這個河道 你沒有辦法把水擠進來 我覺得原來這個某種程度 你要保留一些餘地給別人 你未來會有更多的成長空間 對 那再來呢就是廣大的 跨世代的人都需要感情 也都需要桃花 是 桃花有很多種不同的分類 對 一種最簡單的就是正桃花 或者是還有一種爛桃花 那怎麼樣能夠求出很好的證源 而爛桃花遠離你 好 這種分兩個類型 曾經我們入過一集 講說怎麼樣就是去猜這個女生 到底是不是這個渣男磁鐵 那那時候過程中你就會發現 你把全部的女生 以前你分開看沒感覺 你把全部堆在一起之後 就非常明顯 所謂的渣男磁鐵呢 絕大部分就是你的樣式 你的打扮風格偏好 就是渣男樂愛的狀態 一般來說就是你打扮得比較花俏 你看起來比較有趣 然後第三個是你看起來 你把自己弄得非常非常的 具有這個吸引力 難道原美麗也是一種錯誤嗎 但美麗有另外一種 因為現場我們就有猜一個人 絕對不是渣男磁鐵 就是他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無趣 什麼叫非常無趣呢 他頭髮的顏色很簡單 整個臉上妝容也很乾淨 看起來就是這個人早上每天的生活 就是兩點一線 起床工作回家休息 就這樣 然後看起來非常的典雅有距離 這時候渣男可能就一看就知道你不好玩 那這時候你就不會遇到渣男了 所以這件事情包含了你剛講的服裝 然後你的髮型 然後你表現出來的氣質 第二個點是因為我覺得跟年紀也是有關 就是有的人是三十幾歲 他煩惱的是不是遇渣男 是他遇不到想要結婚的對象 這是另外一種困擾 那這種困擾是什麼 我們就說你的裝扮不穩定 你要先假設我就跟我們做專案一樣 你預期你吸引的人都是想要走路婚姻的 所以你應該有個想要婚姻的樣式和包裝 讓他覺得我娶了你不會有問題嗎 所以在這個就是擇偶市場或交友市場當中 你也必須把自己的positioning跟targeting做好 沒錯 那時候我就把這個技術應用在一個女生上 一個女生就來問我 他頭髮那時候是染綠色紅色跟黃色的頭髮 加上穿著一個三個顏色的衣服 我說你 他是天堂鳥嗎 類似他長得很漂亮 然後妝容也是三個顏色 我說你從今天開始 因為你長得也算還可以還蠻好看的 然後你年紀也差不多在那 然後我說你就把自己只要一個顏色 每天就只有一個顏色 而且顏色就是黑白灰選一個 黑白灰 對就樸素嘛 米色就是黑白灰為成分的顏色 然後他一個月後就遇到真愛 然後半年後結婚 哇你根本就他的再造婦 對他就嚇死了 他說他從來沒有遇過一個男生 就是這麼認真的對待他 然後也從來沒有想說怎麼會有 就是忽然間就成功了 我說因為你以前的顏色 我如果想要結婚 我絕對不會挑三個顏色的女生 因為我覺得 沒有人會喜歡紅綠燈嗎 不是紅綠燈 而是我覺得他好像很會玩嘛 對 我如果想要結婚 一定想要一個十年二十年的穩定 所以大家換成黑白灰之後 很快這就成為了一個 這個所謂的 嫌棄良母的一個選項吧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追求一個 穩定的感情的時候 你在你的對外的表現上面 髮型上面 妝容的配色 服裝的配色 可能就不要這麼的五顏六色 沒錯 這是我們在講的叫面相風水 就是你整個臉的結構什麼等等的感覺 說到面相風水呢 這一集的另外一個 老師拿面板的pop又要出來了 因為我看到你的板板上面 是有面相還是有人臉的 沒錯沒錯 對就是大家最常問喔 老師這個痣到底長在哪裡 會不會有什麼好處跟壞處 因為很常看到點痣啊 在這個夜市裡面 有非常常出現嘛 其實我先跟大家講 經過我後來的研究 結合中醫的醫書之後發現 其實痣都是 先體循環的瑕疵啊 所以長在不同的位置 都是健康上的影響 那我們來講幾個比較常見的位置 首先呢是額頭長痣啊 一般額頭長痣 代表你的肺不好 然後額頭又跟父母功有關 所以這種人就容易怎麼樣 性格容易犯上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總是在上班的時候 容易跟老闆幹起來 很大原因就是因為你額頭長痣 對那這件事情就是你要注意啊 你要常用忍耐啊 不是你老闆有問題 是你有問題 好這個比較重要 那再下來第二個點呢 是這個觀音痣啊 觀音痣喔 是一個容易遇到爛桃花的痣喔 為什麼 因為觀音長痣的人喔 直覺很強 而且同情心很重 所以呢 他常常會同情渣男 他會覺得 如果我走了沒有人照顧他怎麼辦 所以觀音痣的同學 一定要避免過度的怎麼樣 過度爛情 然後過度的同情心 這一定會讓你非常淒涼 就是你也不需要去普渡慈航 就普渡眾生啦 對你可以普渡眾生 但不要普渡渣男啊 對 然後再來是夫妻公長痣 言尾長痣 言尾長痣的人常常說 他的婚姻就是很不好 其實這要反思啊 婚姻 言尾長痣往往是乾不好 所以乾不好就脾氣不好 如果你脾氣不好 這個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容易怎麼婚姻裡面吵架 所以很多問題也是什麼 也是你的問題啊 所以要自我反思啊 這個比較重要 好最後再往下是破財喔 就是鼻頭長痣啊 鼻頭和臥蠶長痣喔 都是屬於什麼 都是屬於你的這個腎臟 跟情緒問題 容易憂鬱啊 所以如果你常常發現 你鼻頭長痣 或是你臥蠶長痣 容易破財 其實是因為你常常在憂鬱 這種原料怎麼樣 要常常打坐跟喝熱水 或是尋求心理諮商的協助 讓你可以走出來一些 你需要身心安頓就對了 沒錯 因為他天生的腎臟不好的時候 在中醫裡面腎足恐懼 那恐懼的時候就容易怎麼樣 你就容易亂抓嘛 所以這種愛情一般也很有問題 原因是因為一旦他恐懼的時候 他就想要抓一個伏母 他感覺上只要有軟體 或是幹嘛 去找一個人來安慰他 他越抓越沉 越沉越抓 最後甚至會自我否定喔 他會覺得我就是不值得被愛 反正每一個男人就是這樣子 但其實他是可以從根源去改變這一切 是的 他只要解決這個心理上的恐懼問題 選擇一個正向循環 健康的心理平靜方法 他是會變好的 下一頁呢 是我們講到的是風水啦 對 好風水為大家再次強調剛才這樣 有幾個就是陽台一定要清好 那接下來這個格局呢 接下來剛剛講到的是 如果你接下來要找房子 接下來要找房子 第一件事 什麼都可以不用在意 格局方正最重要 這是我們後來研究之後 發現有形必有靈 所以形狀很重要 所以最可怕的是什麼 三角形的房子 如果你發現你家房子有三角形 那你的問題一定會有很多 就例如說你可能會有開刀的問題 因為三角形是刀 第二是可能容易失火 因為三角形是火 第三是容易衝突 因為三角形代表衝突 所以在科學層面來講 如果你家不方正 你視覺上會有傾斜的問題 所以你久了之後怎麼樣 你腦子也會不太清楚 OK 所以如果你家現在格局是三角形的 是真的中心建議你搬家 或是透過裝潢的方式把它隔成方正的方式 比較方正 沒錯 你運氣就會很好 那如果你現在要買房子的時候 你發現你的房子結構有偏三角形 那你真的要去先從裝潢面 做一個方正形的規劃 那然後大家就會說 老師那三角形出來有沒有什麼 圓形 圓形要很注意 如果你的房子是圓形 那代表你的工作裡面桃花會太重 所以如果你做的是交友軟體的老闆 那很讚 圓形 對你會大發 這個全世界最大的交友軟體叫默默 它就是在一個圓形的球體辦公室裡面做出來的 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的婚姻穩定 感情簡單 那就不要在圓形的房子裡面 主要是這樣 原來如此 沒錯 格局方正 還有其他的 還有 這下一個是首相 哎呀 首相的部分主要來說 大家比較在意的通常就這幾條 就生命線 然後這個 智慧線 感情線 事業線 好 一般來說呢 我們先講生命線 生命線大家通常最常問的是 老師我生命線很短 會不會很早就死了 好不會啦 生命線只代表你的這個健康的強盡與否 那它很短只意味著你在這個中晚年的時候 你的身體健康需要更多的關注 不代表死亡喔 只是容易生病 大概是這樣 所以生命線呢 越長越深越好 如果它很短你就要開始養生啦 比較注意啦 好 那智慧線越長的人呢想越多 他一般來說 越喜歡看一些哲學思考的書 越短的人呢想越少 那怎麼樣叫長短 教大家簡單理解一下 在中指呢 視為一個終點 比中指短就是短 比中指長就是偏長啦 在這個數據上面應該 比中指短的很少吧 不然他智慧也太短了 沒錯 他就是屬於想很少的人喔 我剛剛看到有一些工作人員面露藍色 是不是被講到 你發現自己有點短是不是 那是另外一種幸福 煩惱少一點 對但是如果這個 現在比較短的 通常不會有什麼智力上位 因為他現在讀書大學畢業啦 所以不是智能的問題 不會是智能的問題 但是 他現在很容易有感情問題 你剛剛在偷看嗎 他很容易有愛情的困境 為什麼 因為他智力太低 他無法從中學會教訓 無法辨別這個對象是不是垃圾 主要是這樣 所以他就常常都會被騙 就是那個渣男 他明明就手機已經傳給別人的女生 他說那我不要撿 喔是喔 這樣你也行 下一次是那我堂撿 喔你親戚很多 他就能接受了 所以智慧線跟感情線 最好還是有個黃金交叉 沒有應該說要長一點啦 對 但是感情線也是一樣 感情線的中線大概也在中指 超過呢就是很有感情 對凡事都會投入 有一點點這種 我們講這種敏感啊 那如果很短的人喔 往往是什麼 不會遇渣男 他會大齡單身喔 因為他對任何事情都很難投入 他就會覺得很理性 他就會覺得這個男的 不能陪我走到最後我不要 這個男的台北美方不要 所以他就會找出各種各式各樣的理由 然後來推脫 最後就能用大齡單身 主要是這樣 還有個婚姻線 對 最後婚姻線很多條 這裡我故意先不講婚姻線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婚姻線其實現在已經不是婚姻線了 婚姻線現在是發情線了 就是黃金線越多巧 這個人發情期就發得越多次 所以婚姻線很長 代表他發得很深 如果有一個女生啊 他可能感情線很長 智慧線也很長 但是他都沒有婚姻線 這個人就會不發情喔 那不發情會怎麼樣 他就容易一直換 不容易暈喘 我曾經遇過一個女生 交了20個男朋友 然後但是他婚姻線一條都沒有 那你說啊難怪他沒有婚姻 不是 是因為他不暈喘 他會認為每一個男生都不值得他全心投入 男左女右是這樣看嗎 對 然後呢 常常大家會講說 手的掌紋是會變化的 沒錯 多久會開始變 他是不是真的就會影響人的命運 應該說這些主線不太會變 但會變的是什麼 中間這條 事業線 OK 對很多人發現年輕的時候都沒有事業 他們就說沒有 老師我沒有事業線 是不是人生要毀掉了 那很多人說 老師我事業線很長 但我也蠻窮困的 為什麼 所以最後呢我們去研究事業線 有一個大陸的首相師他超屌 他去全大陸研究 後來他發現 在這個雲南有一個村子 裡面所有人事業線都超長 他想說怎麼會這樣呢 原來是因為他們那個房子比較矮 所有人進去的時候這樣蹲著 每個人在家裡幹什麼事都這樣蹲著 他才發現 原來是這個姿勢會壓到肺 事業線代表肺不好 那古人只有讀書人會這樣子 因為農民都是一直耕田 所以他們就得到決定說 這條線就是事業線 其實是古人肺不好 所以你沒有事業線 別怕啦 只是他沒打掃而已 感謝你今天為大家解謎 解謎 我們在這一階段解謎了 事業線這件事情 對 所以如果你沒有事業線 只是你很少這樣壓著工作 可能你都站著 現在很多工作都站著啊 那萬一有人受傷影響他的掌紋 會不會改變命運 如果刮到手 的確是會容易有問題 當真 對因為如果你的手像受傷 其實會傷到你的筋脈 如果傷到你的筋脈 你的確怎麼樣 容易復刻有問題 當然如果你傷的不一樣 你傷在手的這個正中心 可能跟心臟有關 所以要很注意 千萬不要每一次拿東西搓自己的手 就這樣 所有的觀眾朋友應該不知道 在過去的五分鐘之內 所有的我們現場工作的人 都會在看自己的手 對 對沒有人在看那個攝影師 沒在看Fight 或者說企劃沒有在看腳本 他們都在看自己的手 我看有一個這個工作人員 有點犯累了 都是發現智慧線有點太短了 我聽說 你小孩的生病的時候 老婆要叫你趕快去送醫院 但是你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擺動家中的這些擺設 對通常我小孩只要發生兩件事情 我一定是先收家裡 第一困不好了 我就會開始檢查家裡面的風水 拿去地方沒收乾淨 那第二個就是他如果感冒了 或是他有點流鼻水 我就會去整理家裡 某一個風水的位置 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覺得我們叫 整個在算命的邏輯 我們講天人合一 這是古代中國的智慧 就我們講說 今天天上有問題 一定是人們有問題 類似這樣 所以在你的房子也是一樣 你的房子就是最小的天人合一 你一旦家中任何一個人出事情 你家中一定有某個地方出狀況 所以這時候你把家裡面 你用最近變比較亂的地方收乾淨 一定是對於這個新的事項 是非常有幫助的 亂是不是對於這個氣場其實也會影響到甚至思緒跟這個命運 一定是 我們在這個面相學裡面講 這個一個人的氣色很重要 氣色越輕就越乾淨 看起來沒有很衰這樣子 那他的心一定是很清淨的 所以你回家看到一個很亂的地方 跟你回家看到一個很乾淨的地方 你的心靈狀態絕對是不同的 所以心輕則氣輕 你一定要把家裡收乾淨 所以我蠻想請教的簡少女老師 就是說命理這件事情 對你而言是什麼樣的意義呢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北方道教 全真教的信徒 那我們在講裡面的時候 很多我的夢想就是修仙 就是跟古代的道士是一樣的 那命理這件事其實它在闡述的是一個道 它告訴你說世界是有規律的 我們是在這規律裡面找到一個我們適合的模式 活出我們最好的樣子 所以算命的目的 其實真的是為了幫助大家怎麼樣 就是誤導 就理解這個規律 從中找到一個自己適合的位置 大概是這樣 在過去的這些就是命理師前輩 他們面臨的時代 可能沒有像現在變化了這麼快 是 對 你作為這一個時代的代表性的命理師 你怎麼樣帶領著大家在這個時代 應該有些自處 這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樣 我覺得應該不能叫做帶領 你事實上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緣分 每個命理師都有他會遇到的群眾 適合的狀態 那你的專業夠好 你一定能服務 你可以服務的人 舉例來說 像我的師姑他們 可能都在教別人說 婆婆如何跟媳婦相處 這個我就教不了 對 因為他的年紀在那兒 他是婆婆 所以他很知道這個面相上怎麼看 跟媳婦的一些相處之道 那回到一般人的話 我認為在這個時代的命理師的功課 是如何用一個比較 我覺得比較開放的角度 讓大家去接受算命這件事 COVID-19真的造成了很大的一個變數 對 對於你的命理事業 你觀察到什麼樣的改變 甚至是很多人來求教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COVID-19可能影響了過去 你為大家服務的方式 甚至是怎麼講 教育教導的方向 線上面相課最難的就是 我沒有辦法面對面的告訴他 這個是什麼 那個案例是什麼 我只能在線上 他看著我的課件講這件事情 但我沒讓大家接近線下體驗 我去找了一大堆民國初年的照片 黑白的老照片 然後有各行各業的類別 講說這個是火車司機 讓大家就可以一眼看出來說 真的這個就是司機 他到現在也 這個面相的人也是司機 這個是我們做的一個最大的改革 我蠻好奇的是 有些人說命中注定 可是也有人說人定勝天 從你的角度來講 怎麼樣的能夠把自己的生命 跟自己的命運導向更好 我常常開玩笑 我說命運就像升高 爸媽多高你大概多高 那事實上人定勝天就是轉骨湯 多打籃球多喝轉骨湯 可以多高一點 所以事實上 算命這件事 就是讓你先理解 有一個固定的邏輯 你在這邏輯裡面 你能怎麼樣做得更好 就像太陽 夏天秋天冬天 是絕對存在的 但你可以開冷氣 對不對 你可以穿外套 你就可以過得更好 因為算命是個很陸式的事情 然後它是一個很陸式的一個思想 和一個信仰的角度吧 來去幫助人類集合大家的力量 讓現代人可以很親近的過得更好 所以這個是我想做的 我想集合更多的力量 讓大家得到一種平靜 所以其實今天老師跟大家帶來了非常多的這些概念 不管是風水格局 首相 命相 但是還有一個更高的概念就是 你要正向的力量 沒錯 正向的能量 我很喜歡一個詞 是那時候我在北京還有一個衣服店 它那個店名叫分寸 我覺得這非常好 就是分寸這件事 我們在想做人要有分寸 對 其實就是你找到那個適合你的位子 所以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分寸 我們都不一樣 那你如何找到自己的這個分寸 我覺得是很棒的 我覺得今天真的非常感謝 簡少年老師 兩集當中有他的人生故事 有他的一些願望 還有幫大家非常入室的一些技巧 讓自己的生活更好 再次感謝 來 謝謝 乾杯